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 前子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请您打开手机和电脑 在YouTube频道 搜寻我们新闻大白话 订阅分享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介绍现场来宾龙介兄 大家好 以及辉文哥 大家平安 为什么龙介兄 你的手怎么了 我打球 换一条 爱小狸 我们这个 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的人 所以要小心一点点 这个保重你的龙体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我们台湾社会 发生了很多事情 当然包括了在政坛上 我们来关心一下 苏贞昌院长好了 因为你看到他在抓头 最近有人说苏贞昌院长 可能身体有一点点违恙 台铁事故之后 因为他整个人身影 10天 10天之后再出来 在镜头前面就有人发现 他讲话有点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而且不仅仅是他身体 可能这个状况 受到我们的关切 在政治生涯 也备受考验 尤其林佳龙这个挡箭牌 他已经下台了 苏贞昌现在负面声量 已经高过林佳龙 1.6倍了 真的挡箭牌一离开 苏贞昌真的就自身难保了吗 原本其实苏贞昌想要 故技重施 把这个人拉出来 这个人是谁 丁丁 丁一鸣 超级会做梗图 超级会带风向的人 所以苏贞昌很喜欢他 很器重他 结果丁丁在付出 怎么搞得出师不力 这个提油救火弄巧成拙 丁丁最近因为 这个可能不太收敛 气焰太甚 去呛我们立法院院长 所以捅出了大娄子 现在火是不是已经烧到 苏院长的眉毛了 来看看苏院长 从打箭牌离开了 然后他的民调不高了之后 丁丁想要来救他 可是OK 丁丁做了很多很多 不OK的事情 抢了院长 第一时间媒体去问 他的发言人 苏院长的发言人 罗秉承说 这个怎么没有行政伦理 也没有政治伦理 丁丁怎么可以去呛游席坤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 罗秉承是讲说 这件新闻是错的 这假新闻不实指控 你们媒体要自律 你们媒体 自己要注意一下 就开始在呛媒体 开始要媒体自律了 就后来游席坤不是自己出来讲话 就打了他一巴掌 意思就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那现在为什么苏贞昌院长 这么的紧张 因为八月底的公投四案齐发 这个民怨 因为最近民众我们唯一 可以这个出声的 除了在媒体上之外 可能你要用选票 可是最近没有选举 那八月底的公投 其实就是民进党的其中考 人民可以用投票 用投公投的方式 来对这个政府表达你的信任 或是不信任 来看看本来来猪公投 反来猪公投 其实他的声势 那时候国民党在这个 做这个反来猪公投 联署的时候 他的声量一度很高 1月12月24号 割来尾深度打声量 达到顶点 1月1号 1月6号 声量都很大 可是最近 这个台湾人可能新闻太多 最近来猪公投 反来猪公投的这个声量 已经趴在谷底了 可是丁丁一出来 提优就火 现在反来猪公投的声量 突然大涨了 丁一鸣是不是要拖垮了 我们所议长 对 你不是这样 这人要说死痛离轎 因为 行政院中有听心 人家说 生女孩走生女孩就不好 你听心变成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之后 他会觉得 其实现在发言人 名的是这个劳新生 比是他在管理 他们所有的发言的方向 所以整个团队 是由他来主导 苏贞昌的一个动向跟方向 他来带 你会记得我们的节目 很多来宾说过 来行的看部队 五行的队南买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 苏院长不会批准林家隆的驰骋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儿所影响就不会去减特质 只要林家隆 再在位一日 大家目标 可不然 国民党那儿立委 你看几个 我来说这些零 这实在是 苏贞昌你看 你问他是老工 他才不知道我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工作 所以那时候到后边就是有开始在运作 他三月就回来了 所以这团队感觉 感觉很多事情 看到尾了 都后边有一支温行的手就对了 在操控 所以骨骼蛇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里面也有人看不下去 所以派黑资金 平常大家可以你扭我扭我扭 我承认给你过 你承认我过 到关键的时候 但这月我问一下 所以 有些君跟林家隆什么关系 郑国会的 你来行的 所以是怎么 到林家隆买是不是 要准不准 这一定是派黑资金 出现有所特合 是 所以有意欲的人到后边人会减讨 你等死鬼皮 让我们这边骨骼 好来啊 我去等香蕉皮 这个烧黑吗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是没有过路到说 我们所有人的感受 我们国家好奇好象 我们的交通要如何改善 我们的水会来不来 他们都没有在误认 他们只有误认说 他这个有意欲的 方向他爬起来又吹了 不知道 他又要用刷走去 他要完全地过路他们的为主而已 所以今天才会没得这么难看 所以这个这出戏演得真的很难看 派系斗争已经赤裸裸的 在我们立法跟行政两大院互相攻击 虽然常讲说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为国家做事 可是你们看起来没有在为国家做事 只在为自己的利益做事 坚持这样 因为网路声量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统计跟分析 还有计算 这我一直非常的怀疑 它不像我们一般的民意调查 它是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它是有SOP去算出来的 网路声量 因为现在台湾有好几家在做 每一家做的都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设计 它怎么统计 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网路声量是几倍或几倍 这个就跟我们民调有点像 你看民调这么多 民调它会变成一个带风向的工具 网路声量恐怕也会变成这样子 那你提到这个游锡坤 因为游锡坤他毕竟是 郑国会的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出来 去处理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好的 请大家看这是游院长 这在立法院里面 立法院的资源回收 游锡坤非常的重视 重视立法院的环保资源回收 这个是游锡坤 最左边的游锡坤 来看立法院这个是维建 立法院的各种的什么建筑 其实国会议长是没有在管这种东西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王金平去关心 这个或是这个苏家犬 更早的刘松凡 倪文雅 然后一个国会议长 其实不应该去管这种琐事 所以当游锡坤出来讲 这个第一名有打电话的时候 游锡坤里的层次高度跟格局你就输了 他有点被拖面自干了 应该说这种事情应该有其他方法可以注意 比如说陈廷飞 余天 林又昌 你叫阿卡的嘛 或者这个立法院长办公室 因为他们跟我们跑线的记者都有联系 就说这个院长 你不要亲自出来讲 当你亲自出来讲说 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尴尬 你看 这个是首预定 这个是立法院长 这是行政院长 尤锡坤说应该互相尊重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应该去针对 因为丁一鸣他毕竟是苏贞汤的幕僚 我们讲这个公投 为什么丁一鸣会打这个电话 就是因为公投到底要提对案 依照我们的公民投票法 这两个单位 行政院跟立法院都可以提对案 但是在蔡总统官邸开会之后 蔡总统拍板决定通通不要提 公投不是作战 我们尊重民众的选择什么 他决定不要提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拍板定案了 所以丁一鸣说 我打电话去骂人 你要骂谁呢 决定的人是蔡总统 蔡总统说我们不要提对案 行政院跟立法院就定下了 因为蔡总统他是超级大总统 他说不提 因为他总统兼党主席 立法院跟行政院 其实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然后他又不受监督 所以我们国家的乱象是来自这里 为什么赵肇康他们讲了 二十几年要改内阁制 问题是这样子 他不用去立法院 可是立法院都要听他的 行政院也听他的 所以蔡总统的这个 我不能讲领导同意 蔡总统的控制 是远远赢过马英九的 马英九那时候立法院就叫不买党党 王金平还跟他 你还记得吗 他大长花的时候 马英九跟江一化 请王金平到总统府开会 王金平回他说我不去 你有看过这种事情吗 总统叫立法院长去开会 因为那时候林非凡他们占领立法院 叫他去又不买去 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前置我们看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派系的这种内斗 当然我们要避免成为他们的工具 这个很明显就是有人放话给 某一个网络媒体 那个媒体的名字 我连讲都不需要讲 为什么 因为媒体写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假的 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不要讲出来 讲出来害我跑法院 大部分都假的 他经得起检验吗 丁一鸣去骂人 为什么会知道 一定不是丁一鸣讲的 也不会是苏丹昌讲的 那谁讲的 我合理怀疑是游习坤那边的人讲的 游习坤那边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 又不是昨天打的 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放出来 所以乡亲对这兄弟们说得没错 你要看美国 你某个人搬去背望 你怎么讲派系斗争好好玩 这个是国家的悲哀 当一个立法院长去 抢一个行政院长的幕僚的时候 那整个国家都乱掉了 是 来 我想问 美文有一个角度 我们要去思考来说 是 是怎么这些水牛会出现 台湾水牛 有些是台湾水牛的精神 它主称 这就是表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先的出门 村的海底的人不够灰烂 才不走 这个就会开始 这是一个一边道政序的开庭 这开庭了 要揭开序幕了 开庭了 所以这个戏可能才刚刚登场而已 这是我们龙介先生的解读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内阁的头头 也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游习坤 我们对不起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我们的苏奎 他的个性 他的作风 是不是也让他底下的阁员们 这个上行下校 他的阁员的这个态度都一模模一样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有发生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园能会主委到立法院报告 大家对我们的园能会主委 谢小新可能不是这么的熟悉 不过今天他到立法院 就给记者一个牌头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主委 对记者说了什么 我今天是一名邀来 不是一名的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就开一个记者会 好不好 你对日本政府决定怎么开 我不是已经提出了反对 因为我是全民的园能会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表达了 你说要开记者会 所以如果有这个需要 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开 但是现在问题 第一个他现在排放了吗 两年后啊 两年后的事情 会有什么变化呢 两年后才要做决定吗 听我讲完好吗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超前部署了 不是吗 各位 你们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 我今天是应邀来立法院 不是应你们的邀 我是应立法院 所以我要上台报告 对立法委员负责 我对其他人负责 你们记者 感觉上他说你们记者 没资格在这边跟我讲话 大家要听到这个背后的意思 其实不只是谢小新 其他的人包括 大家还记得吗 庄人祥前一阵子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的疫情 记者会上有媒体问他说 现在AZ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到底有哪一些国家 出现哪一些问题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他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自己去查 态度知轻蔑的 对记者现在大家都可以踩一脚 可是记者不只是记者 媒体没什么了不起 媒体背后是谁 是民众 代表民众去提问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罗秉承刚刚讲过了 行政院发言人 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幌子 后面是不是叮叮 不管 可是你必须说 他的态度也超级高傲的 也许导播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他惯用的这个肢体语言 都是这样子 他讲话都是这样子 你们这些公务员 如果地方执意 执意莱猪领解出 公务员我要上惩戒 上对下 都是用上对下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话 那这样子到底是学谁的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上行下校 可能Leader觉得说这样才有威严 大家就这么做 我们再把时间调到三年前 2018年的年底 当时我们的苏院长 他只是这个正在竞选 新北市市长的算是平民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官职 面对选民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包大师 楼山里里长 可以跟你立下这个 一个 什么你知道吗 谢谢你 祝你 好不好 谢谢 来 给我 谢谢你 好不好 加油 来 给我 谢谢你 好 谢谢 一起加油 好不好 可不可以表示一下 谢谢 可不可以表示一下 是不是支持蓝莓店厂 这个里长 回去不知道有到胸 谢谢你 谢谢你 很大力 你不可以 痛 肉痛就痛了 我想要跟你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怎么会这样 人家说一Q级别 不利雷竹 同样的东西 零九零嘛 风高峰嘛 这大狗八穹 小狗就贪妙了 你看这些大狗 如果八过穹 后面一堆 四肢狗就对变 这整个团队里面 队到人民 选计说人民是老杰 他如果当选 你就变老雷 真好就是这样 别说媒体 媒体 你那一句话 又在碰上媒体 把你关起来就关起来 就关起来 你还敢说你媒体 你如果不说你媒体 我又不想给你注意 你媒体 他不知道媒体 后面代表是人民 来感动 这是我们正常一个有作用的 民主作用的人说 媒体这叫做第四款 是我们专用 我们会说言论100% 言论如果没有100%的捍位就对了 如果这样这个民主所有 规定的定数 当中不是真真正的民主 那都是假的 都可以加工做出来 所以不管是 我们说不管是我们的監督大陆 你看大陆不够自由法 不够开放法 我们一只嘴 不是一只一只嘴 一只百多嘴在说 有嘴说别人 不可以听我们说 是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媒体 所以大到八成 小到贪猶 你就自己想 你就自己想了 前子是这样 因为你刚才没说 我不知道原人会主委是谁 你怎么会这样说 我经常对来国的官员 他说这个我实在是不实在 比较陌生 对 比较陌生 不过这个 他你去问他 记者当然我们立法院都会有 SNG跟派很多组记者那里 问是我们的工作 你可以不要回答 但是你的态度是错的 但我也帮我们同意讲究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那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这什么层级 怎么会是原人会主委来决定说 日本 一定是蔡总统亲自决定的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就跪下来 我们看到日本也跪下来 你没办法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定会吃亏的 那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猴洞 在瑞芳猴洞那边 这是去年底 去年12月摊放的这个 这都有时间表 11月 12月 然后当时这个 这个是火车 这是电链车 整个都放下来 你看这个 那时候现场拍 赶快退 拍这个影片的 就台铁的人拍的 你看这个空拍图 整个边坡摊成这样 这去年12月 我为什么跟你强调去年12月 这个是在泰鲁格号发生前 好几个月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当去年12月 瑞芳跟侯洞之间的这个 边坡滑落的时候 造成整个北回铁路停止的时候 那时候林佳龙在玩李登辉学 所以你看他昨天这样笑 你是在跳什么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说 今天林佳龙下台 一点都不冤枉 甚至于林佳龙跟王国才 接台铁局长那个杜伟 你们可能都有政治责任之外的 法律责任 刑事责任 因为你早就知道了 国民党那个理位 那个身体那个不错 那个林斯敏 他15月就发现有缺失 是台铁自己报缺失 10月发现有缺失 去年10月 去年12月报交通部 你有处理吗 王国才你就是督导小组的人 林佳龙你是部长 你在跟我玩李登辉 那你不是莫名其妙 你这个是不是不作为 所以钱子 你说这个民进党这个派系 你林佳龙被干掉了 我政国会来报复 这一点我是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你出手这时间点不对 重点在于刚刚钱子讲的 那个四大公投 四大公投 蔡总统蔡政府一定是灰头土脸 一定要有人出来扛责任 扛责任的首推人权是谁 是苏贞昌 一定是他来扛 那你要把他这个资源回收 利用到8月28号公投结束 现在不可能换人 立法院都要不要停会 你怎么可能去换人 不可能 所以我说游锡坤他们出手 太急了 帮林佳龙出气 但是没有用 蔡总统不会换 这个时间点是不会换人的 好